郭文貴議員 這是我們幾位議員針對交通部門的來做一個聯合的質詢 我想請教我們觀光局的局長許局長 高雄星星最近最熱門的污染的產業是什麼 許局長請答應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我想這幾年高雄應該是最熱門大概就是觀光跟文創 這部分吸引我們很多的人才觀光客進來 是 所以局長你也知道我們現在目前高雄最熱門的就是觀光跟文創 所以你的責任很重大 那我想說過去這幾年來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局長 你平日說你這幾年來你對高雄的觀光做了什麼 你是不是跟我們大家報告一下好嗎 謝謝黃議員的指教 那我想這幾年我們觀光稱這個成長的一個這個快速成長期 從2012年大概一年的觀光客大概是六百六十到七十萬左右 那經過四年我們到去年是到了802萬 這個是量806萬這量的部分 那另外呢我們也非常積極 讓這個小港機場能夠活絡起來 那活絡分為兩部分 一個是高雄機場對外連結的這個行點要增加 那之前呢我們的航點大概只有二十幾個 那我們到去年為止我們的航點到亞洲國家 包括中國大陸已經有到四十六個航點 那航點增加連帶的航班也增加 我們的航班原本一個禮拜是一百九十二班左右 那到今年的這個二月我們跟這個小港這邊的航空公司這邊聯繫 他們已經到三百六十六班左右 我想這個比例上面增加 所以我們把這個航點航線打通 然後讓外國的觀光客更加的便利來到我們高雄 那也增加我們高雄的這個觀光人口 這幾年我們可以看到的這個稍微一點跡象 我想要問一下 你既然說過去你已經這麼努力的去做這一塊觀光的問題 但是未來我們都知道 未來可能衍生的 是可能520之後 我們會遇到的 許許多多的問題 那在這一塊你們有沒有做了相對的配套措施 或者是有沒有做了相對的因應措施 我們都知道這幾天有很多人 真的對很多議員 真的對我們的觀光局這邊也有提出質詢 就是針對520之後的問題 那我有看到局長你的回覆就是說 要用我們的好像補助的辦法 來去做這個因應的措施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好的 因為補助不等於 不等於能夠把其他的東西做得更好 補助只是針對我們的觀光客 但是其他的業者這個 我想等一下我們的同仁 都會一併的跟您做檢討 可是我也想要請教一下 除了補助的辦法 我們的觀光局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因應措施 已經現在在討論的 可是不是請局長能夠答覆一下 謝謝黃議員 除了剛剛黃議員指教 我們確實要提出兩項的補貼措施 一個是針對國內旅遊 一個是針對國外的觀光客 那當然我想這個就跟黃議員講 這個當然是暫時的這個指標 那長期我們還是要 第一個我個人想法 還是要把高雄整個城市品牌 能夠再往上提升 讓國內外的觀光客想到要旅遊 要放鬆心情或者是要開會 就來到我們高雄 那第二個我們當然 我們要創造我們高雄 值得來的這個新的景點 或者說新的這個因素 讓他們外地的人 願意來到高雄 那這是比如說我們馬上五月 會有新的這個大型的這個遊樂園 像我們的這個 汽車主題樂園 以及我們預計 7月會通車的這個 城市輕軌捷運的到 這個司馬展覽館這一段 增加它的這個運能 那這些都是我們下一個階段 可以爭取更多觀光客進來的 一個內部遊樂園 那當然我們這次因應說 剛剛這個請指教了 有個520之後 會不會有大幅的變動 那我們現在也增加到這個 國內外參展的這個場次的規劃 我們現在下個月就會到這個 日本跟韓國 那接下來我們也會到東南亞 像這個 新加坡馬來西亞 我們這次還要規劃到這個菲律賓 這些都是新興的東南亞國家 參加他們的旅展 讓國外觀光客更加知道我們高雄這個城市 好 局長沒關係你請坐 那我們另外一位同仁來爭對我們的路客人數 包括我們的觀光客人數 來跟我們做個探討 局長我想觀光大概是我們陳市長 他大概差不多第10年的市長 他一直非常重視的一個無煙沖的工業 剛才剛才你也說出說 你引以為好 我們高雄市的這個 去年來高雄市旅遊的人次超過八百萬 我看現在這是怎麼是一個趨勢 不是說高雄市 我看全台灣 連國旅都創新高 局長你知道嗎 這個去年我們 我們那個總觀光人數破千萬 然後最多的是哪個國家 你很清楚嗎 是大陸嗎 路客去年來台灣 418萬人次 那418萬人次 你看喔 大陸幾乎每年的成長 從民國一百年 到104年這五年當中 成長了兩倍多啊 路客 真多兩倍多 其他排第二名的總數最多的 像日本一百六十幾萬 然後港澳一百五十幾萬 他們成長都遠遠不及路客啦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路客來台 有一半以上是因為政策 因為我們開放路客來台 那當然我們嘗到這個很好的果實嘛 因為他來家 讓我們的百業可以互輸嘛 我們的服務業飯店業 這個運輸業等等 但是這個四百多萬 到了是我們移民署的資料啊 我們移民署的資料嘛 那局長這個 路客有多少 到底多少來的高雄市呢 局長你簡單回覆一下 到高雄市的路客 在去年一共多少人 局長 陳主持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的指教 以我們統計的資料 去年到高雄的路客人數 大概是將近兩百四十二萬人左右啦 兩百四十二萬 對 那四百一十八萬 只有兩百四十萬左右到高雄 表示路客到高雄的比例只有一半喔 六成左右啦 只有六成左右 其他的人為什麼不到高雄來啊 我跟黃議員回報啦 這個部分有很多也是這個 以前的一些因素啦 那我們當然會非常積極的去 做行銷跟推廣 那我跟黃議員跟我們各位議員做一個報告 其實高雄本身啦 本身因為我們是這個 我們號稱第一大港 但是在國際的能見度上面 因為台灣的代表 以下我們還是台北啦 那你知不知道去年到台北多少人次 喔 路客到台北的人次應該是超過三百萬人以上 超過三百萬 那如果能見度最高那應該四百一十八萬啊 局長那我請請教你 我們下兩頁齁 我們公共局的資料講說 下兩頁 公共局的資料再一頁 一百零四年到底來高雄的大陸客是多少 我們觀光局的資料是兩百四十萬 跟一百零三年一模一樣 局長你們這個數字哪裡來的 局長 我跟王遠回報 簡單答覆一下 這個當然就是因為他有住宿嘛 有住宿都會有登記 所以我們是 一年之後 交通部觀光局他匯報 全台灣的觀光旅館的訊息 所以統計出來的 怎麼統計出來 哪一個網站統計出來的 當然我們是從交通部觀光局那邊拉下來的 因為 你們那承辦業務科是哪個科長 我在聽你在講的 怎樣你不是很熟悉 哪位科長主辦的 我們的產業科長 吳科長 那局長你請坐來 科長 吳科長你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高雄市 你們號稱陸客 只來兩百四十萬是從哪裡來的 來局長你先請坐 謝謝 跟議員報告我們是從台灣旅宿網裡面去 去資料去收集的 什麼網 台灣旅宿網 旅宿網 旅行宿舍那個旅宿網 旅宿網是 一個 交通部觀光局的 建置的 那是誰去申報這些數字 透過各家旅館去申報 各家旅館 各家旅館 各家旅館多久申報一次 公共旅館的話是每個月一次 然後一般旅館是每半年一次 就是 有旅館本身去申報在這網站上 是 然後有人去查核嗎 我們會會診完之後 那交通部觀光局會整個 就會去做一個調整 所以你做會診嗎 對 你沒有查核嗎 那像你講的 我如果是七個月報一次的一般飯店 高雄市有幾間 這個全部有多少間的公共飯店 跟飯店業 合法的 一般旅館的話是382 382間 公共飯店幾間 11間 11間 所以只有11間是每個月報 是 371家是半年報一次 是 那科長 局長 局長你聽好喔 業者自己報我每天住多少房間 沒有人查核 準確度有多少 來科長 你覺得準確度高不高 你那麼準確度有幾成 我們私下在預估應該會稍微低報一點 對嘛齁 第一報嘛齁 我如果開飯店我也不敢報 所以叫我找不到 來科長你請坐 謝謝 我不要為難你們齁 局長 這是什麼樣一個問題 我們連路客到高雄市多少人 我們市政府都搞不清楚 我這樣跟你講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他講的 陸團到台灣八成做環島 七天六夜 我還沒有問你陸客來台灣平均是不是六點六天 他八成會到高雄 410萬的八成大概要300萬的陸客 結果我們市政府齁 那些打迷糊仗啦 局長 但是你們也是 從一個這個 網站去把這個資料拉下來 來局長 我覺得這樣齁 不說很理想耶 我們要拼觀光齁 不是只是 混混做這樣滴滴沖滴沖 那我來問你 那你們估計 觀光局長一年 我們觀光的產值幫高雄創造多少 局長你要不要簡單答你們有沒有這個數字 來 局長請答案 來多少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我想 這個數字我們也是參考 交目光局跟學者專家的推估 那是大概多少錢 大概460億 460億 對 高雄的光光產值一年大概將近460億 是全國產值的十分之一 你這460億 你說什麼 就是 國內跟國外加起來嗎 對對對 國內跟國外加起來的算法 你說我們一共多少的國內 國內 國內 大概將近450萬 國外 國內一天 平均是多少錢 國內的這個算法 一天 我們有分有住宿跟沒有住宿 那有個平均值 交換部公關局有個平均值 交換部公關局的平均值 國內 一天的平均值 以我們的理解啦 大概是在台幣2000塊左右 1360塊 這是公開的訊息 那陸客到台灣 一天 是多少錢 目前大概240塊美金左右 對 240塊大概8000塊 就是國外的到台灣 大概就是七八千塊 那局長你把這個數字乘上800萬 你的口袋的數字 我們的產值只有400億嗎 你簡單做個算 遠遠超過400億喔 你簡單算就好啊 你800萬如果乘上 不要說5000塊就好 或4000塊就好 所以局長你請坐喔 我 觀光喔 陳市長很想拼觀光 我們 國民黨團也很希望高雄是好好拼觀光 但是喔 問到現在 到底陸客來 高雄多少人 莫宰陽 更不要講日本韓國東南亞 我相信絕對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 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帶來多少觀光效益 我最後再請教局長的一個問題 你認為 你認為 陸客 來高雄 前三大景點在哪裡 來 局長 你簡單答覆 來局長請答覆 好的 謝謝黃議員 如果以高雄為例的話 當然第一個是佛陀紀念館 再過來就是英國領事館 這是他們 必要去的兩個點 那接下來就是 晚上會到我們這些夜市 不管是六合夜市 或者說是到這個瑞峰夜市 大概是以這幾個作為 局長 還是一樣 我還是不清楚我們觀光局 怎麼來蒐集跟研究 這些觀光客到高雄來 他去哪裡觀光的這個訊息 這是本席所了解的 沒有一個陸客來高雄 不去愛河 這句話你贊不贊成 當然這個是我們 就是 一定的嘛 是這條線 一樣會走過的地方 好 那我看我 請大家看我下一個PowerPoint 你們提供給本席的 去年高雄遊戲區 參觀人次排名 局長你直接看 第14名是什麼 愛河 你們觀光局的統計數字 是39萬2千人次 那如果 陸客 都會到愛河去的話 那我們觀光局這個數字 到底客觀在哪裡 我跟黃偉遠報告 這個是他有買票去做愛之船 我們要不然如果散步在街上 所以嘛 可能是連那個燈會一天就超過 所以我就局長我就跟你講 你第一名是旗津風景區 你們怎麼計算 他也是有買船票 那買船票旗津的居民來回 也算觀光客囉 不 旗津居民來回 他是免費的啊 他沒有算啊 那還有遊覽車的那個 車次的推估啦 柏惡藝術特區也要買票 第三名 所以局長啊 我覺得我們觀光局 在 觀光客到高雄來 到底哪些是熱門的景點 哪些是趨勢 我真的看不出你們的方法在哪裡 如果他跨愛河三十八萬 我就覺得 你即使是坐愛之船的喔 那其他都愛河的陸客 或外籍客 都不算是觀光客 為什麼 沒有啦 是不是 跟黃沿報告 就好像說 你去廟宇 有些這個這個推估的這個方法 變成說 每個人設計的方法不一樣 我們也只能 請這個 呃 學子專家用他們的一個認定的方式 來推估整個觀光客的這個量 所以這部分 其實 觀光客最重要的量還是旅館的住宿啦 局長我跟你講齁 照理講你就要研究怎麼去開發愛河附近的相關觀光產業嘛 那如果以你們這樣的估計方法只有三十八萬到愛河去走動的話 感覺起來那不是重要的景點嘛 所以你們的方法回去 局長我建議你們要好好的再去研究看看 更何況齁 原本這十年這麼多的服務業造成的衝擊 請教會局長你們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跟因應措施 局長你簡單答覆一下 徐局長請答覆 好謝謝 謝謝黃沿 這也是我們齁 從年初以來齁一直要積極因應的啦 就是說 我剛剛也有跟好幾位議員回報過 就是我們短期齁 就是先提出這個 呃 鼓勵 國民旅遊 國內旅遊跟獎勵 國外觀光客 到高雄齁 這樣子的一個呃 應急式的做法 那我想呃 中場起當 這個還是要跟整個國家的政策齁 能夠扣在一起啦 我一直跟 交通國防局反映說 我們針對東南亞新興國家的簽證 他們的入境旅遊 一定要是一個簽證 來啦局長 我看喔 520之後 我們的路客齁 將減少三分之一啦 那去年齁 來我們台灣的路客 有四百二十幾萬 那佔了 佔了全台齁 千萬人數的四成多啦 當然未來 520 可能因為 政治因素 要來減少三分之一 當然這對我們未來 我們高雄的 觀光業 的下滑 我們要做一個處理 我相信這是你愛做的工作啦 齁 你包括說 現在 我們高雄 佛座下的齁 全台現在有五十間 飯店要來求售啦 我們高雄就十間 啊 你看這是要怎樣 你叫這些人要怎樣 像我 你包括我們的 飯店業 我們的 遊覽車業 齁 啊 這些 餐廳 頂頂 你看影響是多大 啊 你只要 你叫 東南亞 這些 日本什麼的 客人 來補這些 不足 你太敢補得起來 來 你跟我們搭一下 謝謝曾議員 我想當然啦 短時間要補 這個路客 假設真的 齁 到目前的推估 520以後減少三分之一的話 是 三分之一的量 就將近 一百萬 齁 這個也不是短時間 其他國家可以補足的啦 齁 那我想 也有很多的 學者專家 跟自己 觀光客的業者 觀光業者講說 台灣的觀光體質 齁 趁這個機會 做一些好的調整啦 齁 我們盡情都 好像是 吃素食麵齁 就把這個這個 呃 路客當時的這個情形 就 變成我們的 旅遊的品質也好 齁 局長 我覺得你說的 都說得很理想法 齁 其實 你還不知道民間幾苦啦 我開始是台灣略學的理事長 我經常聽我們台灣朋友在說 你看我們一個 社會員這個 大國英國領事館 一個 賣菜葉蛋阿嬤就好了 他說的現在 在早上 煮一鍋的 茶葉蛋 結果到太大 賣菜 賣菜 你看看有可能嗎 這是基準的一項而已 那未來包括我們的 六海野市 人越來越少 啊你看這個 帶動的 勘人的 是要做出力 啊你都說得很理想法 齁 這個東南亞 這個日本的 這個東北亞的 會來 比較沒有這 路客的不足 啊你覺得比較買得過 520才是真正的 科學你的 你的實力啦 你之前 走的 反正 我好像 沒有顯現出來 啊 所以說未來 520之後 你有什麼作為 你有什麼建設 這才是重要的啦 公共那個 公共 你老的東西 給人看 不是說 有用包座的人 就要來 才有這樣 對一個國家 在扁公公是用包座的 我們是應急啦 沒有啦 你知道我們 高雄市的市場 很困難 才有用包座的 我發現這不通啦 齁 這不是孤独的辦法 你要看有什麼 觀光景點 要吸引人家來 人家有一個 日月潭 哪有一個玻璃 什麼銷 你看 簡單一個記憶 就多少人了 啊 我們都沒有破坊 有啦 曾議員布格齁 我們新的這個 年度規劃 還有一些這個 新的風景點 會出來啊 這個當然會有 正在做這個運作 我希望齁 你會幫我做啦 是 謝謝 真的啦 你到來都很理想啦 還有你知道的 他們的艱苦在哪裡啦 你包括我給學兵 飯店的業者 我給朋友在說 啊 還這樣下去 不知道你怎麼 他飯店要做長照中心啊 你知道嗎 蛤 你看這樣多嚴重啊 大家都在想未來 我要怎麼 壓縮我 我沒什麼人做 我要怎麼 一定在生活一步啊 叫我們市政府 還在那裡愛台灣 蛤 生活就夠不好了 還在愛台灣 是不是啊 啊 所以希望齁 有好人齁 比較認真的啦 這讓大家看啦 我們大家對你的期待 都很高的啦 好不好 謝謝謝謝 謝謝哲醫院 謝謝 呃 局長 呃 觀光局齁 是在兩三 呃 應該是三四 呃 第一屆啦 等於就是說 在那個 呃 合併之前齁 設立的一個觀光局 那這個觀光局的設立 我們所有的議員 都非常的樂觀其成喔 那因為是呃 呃 觀光業啊 他是一個 吳燕聰的業務 所以啊 呃 大家都同意 設這個觀光局 那市長也非常的用心 希望啊 呃 帶動我們整個 高雄市的觀光喔 讓我們的污染啊 未來會慢慢的減少 那觀光業齁 觀光業我想 他不只是呃 旅遊人數叫做 觀光呃 人數的一個呃 成長跟呃 減減少 我想觀光業啊 講起來他的產業 非常非常的多 今天如果 呃 我們預測520之後啊 我們的觀光啊 會 少掉三分之一的呃 如果路客來台灣的話 我們 所有的一個觀光產業啊 是非常多的一個範圍 我想局長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相關的產業 有多少 幾乎所有的 幾乎所有的 我們現在看得到 吃得到 看得到的 範圍幾乎都跟觀光產業有關係 所以今天啊 你的政策啊 不只是說 今天的一個呃 人數減少 你要去用補助的 一個呃 人員補助四百塊 一輛車子 補助五千塊 來做為你觀光 觀光 觀光 業的這個呃 增加 這個呃 人口也好 齁 產業的一個呃 這個 產值也好 我想這個面是非常 齁 齁 哪怕是餐廳 哪怕是遊遊覽車 哪怕是 呃 夜市啊 齁 哪怕是這個辦手禮啦 旅行社啦 還有 呃 所有的幾乎都 跟遊覽車 幾乎都是跟觀光產業有關係 所以啊 我們如果 對未來五二零 想要去 呃 去 有新的政策 我希望局長 你是 多數的 所有的 跟 觀光有關係的這個產業啊 你都要 同樣的去考慮 然後去 呃 看怎麼去幫忙 這樣才是一個 完整的一個 觀光啊 是的 我跟 曾醫院跟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報告 我想 因應 五二零之後的這個 呃 減少齁 其實我們局裡面本來就有一份草案 我們也有跟 市長報告 那我們也知道齁 觀光的人數啊 來 除了 國內的以外 國外的就屬大陸來的呃 呃 觀光人數最多 對不對 目前是這樣子 沒錯 對不對 所以啊 我們啊 呃 呃 要影響 很多的觀光客來到台灣 第一個 我們也不能只靠 路客 當然 不能只靠路客 那不能只靠路客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吸引很多的觀光客來到台灣 我想 高雄還要 做非常大的一個努力 因為你沒有吸引觀光客來的一個 呃 人說的說 可以吸引人的這個地方 你就像說很簡單的啦齁 我舉一個例子啦齁 你們用那個什麼鴨子船啊 用共多拉船 那個太陽能船啊 你們就想要增加我們的觀光客 我告訴你 用那種抄襲的一個東西啊 他沒有辦法 讓我們的觀光產業能夠提升產值 沒有吸引力啊 齁 沒有吸引力 他只能怎麼樣 沒有我們的文化在裡面 齁 只有這樣子而已 所以啊 我希望 我們的觀光局啊 要配合交通局啊 配合文化局啊 就要有一些創意 有一些創意的東西出來 要船嗎 我們創意一樣 能夠屬於我們 高雄的文化的船 這樣才能吸引 很多人來到高雄 我想 剛剛 從 呃 從我們交通部門 業務咨詢到現在 你聽到好多的觀光 有關陸客也好 有關我們高雄觀光的 產業發展也好 有好多的問題存在 我想 請教一下局長 你覺得我們高雄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引起那麼大的恐慌 具長請回答 謝謝理員 我想這是大家 請當理的 對於520之後 會不會 真正的 這跟520沒有關係 高雄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你們真的檢討過嗎 我們的體質發生了什麼問題 才會 不管是不是 也沒有520這件事啊 有沒有 政黨人類這件事啊 高雄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覺得這部分是這樣子啦 我想高雄這幾年的轉變 不管國內 國外 如果高雄有轉變 對 轉變的機感是好的 我們何需 讓所有的議員 在這裡幫忙觀光局檢討呢 所以 局長 請一下 你覺得高雄出了什麼問題 這個部分齁 特別跟李議員成 局長你回答不出來對不對 大家其實是有 未來的疑慮啊 但是目前為止 我們高雄 在城市的轉型 新景點的規劃 城市的行銷 他在 新景點的規劃 局長 我再請教一下 剛剛 那個 報告裡面有提到 高雄有十大的一個觀光景點 我想請教一下 高雄有的 百貫市也有 高雄有的 百貫市也有 百貫市也有 我們憑什麼會 讓人來我們家去討 憑什麼可以讓人 懷念 懷念 說來個來 來個來 你一直在拚我的問題 高雄出什麼 國內 大家說 你現在跟我們發出 阿桂 你不懂 你竟然 現在 也不是只有 生生生生生生 你根本沒有用 真的 對我們高雄的觀光都努力 我是說 路客啦 路客他的 行程的安排 晚上呢 因為他們了解台灣庶民文化 他就會帶去 我們這些夜市 讓他走一走看一看 也不是說他們都去夜市 高雄出了什麼問題 你正面回答了 應該不是說高雄出了什麼問題 這個是大家對未來的路客縮減 大家有一些憂慮 然後會對這樣提出一些關心 我想大家的議題 大家的關心 如果高雄沒有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會有將近10家的業者要求售 不管是飯店業也好 旅行業者也好 價格的 沒有價格的旅行 旅行那幾次 要簽了 要營業多久 比較好處去簽到那些東西 自本業的多少比較好處簽 一聽到520怎麼贏 夭壽 現在我們不賣了 那心不聽了你知道嗎 那幾個好處 那幾個就有格言有名 那有一個飯店業520後 要轉做參照中心 那傳出去 大笑話 局長 如果你不知道高雄出了什麼問題 你可以簡單語答北希說 好 我們會整個局處動起來 來做一個深層的通膽的檢討 讓我們知道高雄出了什麼問題 讓我們去做一個好的調整 你剛剛說到好的調整 我還有認同 我一直點頭 但是你的好的調整是什麼 你的出街的應急是怎麼做 跟我們立委議員有提到 來到高雄的補助一台油門 來這裡過年 一隻油門車補助5千塊 如果國客來到我們高雄 來高雄過年 一人補助四百個都一隻油門車 萬六塊 你現在有大力差別之分 你覺得 他跟我們高雄市政府 負責三千幾個的轉空之下 有辦法這樣 什麼東西都用 樣樣都用補助的方式 來去改善我們整個官方的體質嗎 我跟李遠報 可以嗎 你可以直接回答我可以嗎 這是讓我們的這個業者 還有一點這個 你有沒有去做過 你有沒有去做過調查 這些業者覺得 您這樣的作為是對的嗎 是有幫助的嗎 其實那個是沒幫助 與其你要拿那些錢來補助他們 倒不如把我們的硬體設施也好 或者是相關的產業鏈也好 扣好 扣緊 這也是目標啦 可是你都沒有做 局長 本席在這裡要求您 一個月的時間 或許不夠 你可以來再跟本席說 去找出高雄的端端出了哪些問題 還有抓住你們的亮點景點在哪裡 未來的亮點是什麼 不要別的縣市有高雄市也有 那不叫亮點 可以嗎 把這些資料詳細整理一份給本席 我跟李遠報 整理資料給李遠跟各位議員都沒有問題 那我要澄清一點 就是高雄的觀光 還有高雄城市的轉型 這個績下全國國內外都看得到 包括日本的這個海外媒體說 日本人最愛旅行的兩個新興的景點 第一名是越南的縣港 第二名就是我們高雄 我想這個不是我們自吹自擂 那本來這個城市的轉型都慢慢積累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博物藝術特區 從初期的幾萬人到現在有四五百萬人參觀 局長你說那個根據統計喔 日本客人來到我們高雄是增加 那大概增加多少 去年跟今年比較大概增加多少 我們那增加了三萬人啦 比例上面增加了大概七點多的percent左右 大概多少人呢 三十二萬人左右 跟去年相加我們增加了多少的日本觀光客 大概三萬多人 三萬多人而已嘛對不對 好 那麼所以當我們局長他告訴我們高雄市民說 其實日客來到高雄是大幅的成長 但是我們真正去檢視這些數字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客人觀光客來到高雄市 是一百零三年二十九萬人 一百零四年才增加三萬人到就是大概三十二萬人左右 那麼我們在跟高雄市民在看另外一個數字 懸殊非常的龐大 其實從一百年開始來台灣的陸客 局長我就直接告訴你數字了 一百七十九萬人 這一百年的時候 然後逐年增加到一百零四年的時候 已經達到了四百一十八萬的人次 所以這個數字相較之下是非常的龐大 所以局長剛剛國民黨團的議員質疑的是說 當你一直在講說你要努力去拓展其他國家的這些觀光客的時候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數量完全沒有成長 那麼這表示說我們高雄市政府努力不夠 第二個部分本席這邊也要再請教你 針對你們去年所公布的我們黨團有調了資料 你們到大陸是去參訪推展觀光幾次 以我們一年的規劃 到中國大陸各省市大概是三次到四次 三次到四次 對 你們這邊提供給我們的數字是 中國大陸那個你們到遼寧哈爾濱黑龍江六天 還有天津四天就這樣而已 還有去哪裡 有的是我個人沒有去是我們同事去的 還有一個是 但是這個給我們的數字上面是觀光局 你們到大陸去那個推展觀光的這個數字啊 去年只有兩次啊 那如果是往年是到三大四次去年他只有去到兩次啊 所以局長表示你對於這樣的一個推展 你對於進度的掌握完全沒有放在心裡面嗎 不夠精確 那我再問你喔 你到大陸去推廣 好我們現在告訴你詳細數字是你們只有去兩次 局長連觀光局到大陸去推廣幾次都說不出來 還說大概三四次 實際上你們只有兩次 而且時間大概就是十天左右 那我請教你 你們去推廣的這兩個地方大陸 請問有沒有直航 呃去天津的部分當然有直航啊 我們才會去 那去東北 雷寧哈爾濱黑龍江呢 因為是新開發的市場 那後來之後我們有跟這個利隆航空 他們有開高雄到瀋陽的包機 那未來會開嗎 當然是要看這個市場的反應啊 那因為呢 當時我們跟台南 呃台南市政府一起到東北去行銷 最主要是考慮說 這個暖東高雄 暖東南台 所以局長你看喔 你可以告訴我們你到東北亞去推展觀光幾次到日本幾次 去年就是一次從雄本站飛東京 一次好那麼東南亞去幾次 東南亞去年是新加坡馬來西亞一次還有去越南一次兩次 我們看到喔 局長你所謂的推展觀光到中國大陸去 你到沒有直航的城市去 只有推展兩次 而高雄市在大陸客的那個陸客的人口數來講我們看到是大幅度的 但是局長你們把資源花到別的地方去宣傳高雄市的觀光 居然看到的成效是如此的低 沒有啊 所以局長 這個日本跟韓國的數量 你到大陸去宣傳兩次 推展觀光兩次 但是我們看到來到高雄市的這些陸客 大概一年就兩百四十二萬 對 對不對 是 那你說去日本一次 然後陸客那個日本客人來了多少人次 三十二萬耶 這樣的比例來講難道不是說去大陸宣傳觀光 帶動高雄市的這些觀光產業來講我們能夠看到更立即明顯的效果 當然我們也是要嚴格要求說局長 你們除了大陸之外 其他的城市我們都希望 把高雄市行銷出去 讓更多的觀光客來到高雄 我們國民黨團要求的就是說 如何提振 高雄市的觀光市場 當高雄市政府一直在喊說高雄市要轉型為觀光城市 但是我們看到你們做到了什麼 當你們到別的國家去宣傳的時候我們看不到 觀光人口數的 大幅成長 而陸客在520之後 你們看到的數字看不到啊 你所謂的 天加三萬人是有大幅成長嗎 我想 我們今天國民黨團有一個很 重要的一個訴求 我們希望幫高雄的業者 喊出他們的心聲 局長不要活在自己的象牙塔裡面 高雄的很多的攤商現在都面臨了 沒有生意可以做的 這樣的一個窘境 甚至很多的飯店業者 他們也會有面臨到很多的這些觀光客 是沒有人來住宿 他們會面臨到可能要賣掉旅館的這樣的一個窘境 我們高雄市觀光局你們做好準備了沒有 我們看到高雄夜市 本沒有人 高雄也去丹波朗 我們也看到了 今年高雄立新郵輪居然也沒有要在我們高雄停靠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原因 局長這個都要檢討 我們看到是什麼 高雄目前看到 是觀光冷季季 瓜丸 五分點面子 所以 局長 我們要正視這個問題 到底 我們未來如何面臨 可能觀光客是減少 整體情況來講是減少的情況下 我們如何拼觀光 如何幫高雄的這些相關產業 找生機啊 這是我們要求你要去正視的問題 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 認為說有你們都做到了 其實是沒有的 局長 對不起 請等一下 現在剛好有我們的貴賓 高師大能力以知識管理研究所 由李俊賢所長所帶領的28位同學 到我們的議會來參訪 我們給他鼓鼓掌歡迎他們 好 謝謝 好那開始 好謝謝主席 局長我想剛才我們的同仁已經跟您提了這麼多意見 但是我發覺你都沒有很正面性的去針對 520以後可能面對的產業大變遷 包括可能有旅館業 包括可能有我們的餐飲業 等等還有旅行車業 等等之類的 他們可能面臨的 倒閉 或者是賠錢 我們高雄市政府有沒有什麼因應的措施 包括 一些紓困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 是不是請局長你等一下 再來做回覆 然後還有我們剛才 我們都有看到 我們剛才我們曾立院曾立委員有提到 我們高雄市近幾年來 有一些新的 觀光運聚出來 包括從我們的 太陽冷的愛子船 然後觀光文化遊艇 從鴨子船到共多鴨船 即將要進來的就是我們的雙層觀光巴士 我聽說只是在那兩台 局長 我不知道你敢有去 其他的聲音 我就比喻一個 我們最近的就是香港 來 我們看看 我們高雄的雙層觀光巴士的路線 就是 西亞灣 博物特區 蓮池坦 跟亞洲新灣區 老實說 我不知道現在亞洲新灣區要看什麼 可能是要看我們的總圖 包括我們的 觀光展覽館 可能是這兩塊 其他的我不知道看什麼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是香港的路線圖 我相信 就對你們有去過香港坐過 這種車子 通常都是 一段時間 它就是整個 觀光路線 都能夠去走透透 但是我們高雄 只有這個樣子 你覺得這樣夠嗎 我跟黃遠回報 這跟我們交通局一起討論 當然是 我們先試驗 試驗這個 雙層巴士 在高雄的市場 讓我們規劃 這個沿岸的 沿岸河 跟沿港口的這個景觀 讓大家 可以看到我們漂亮的河港景觀 這是我們 局長你們新的觀光運聚 每一個都是試驗 包括我們的共多拉船 也是在試驗 古泥 去年好像只有 一萬八千多人坐了 那這個 我聽說 一個票價是三百元 四十分鐘 你覺得 這個效益會好嗎 而且只有兩台車進來 我先跟黃遠回報 因為是交通局 那我 其實是這樣子 這個都是要 看這個 市場的反應 還有跟旅行團的一個配合 那 新鮮的運聚 新旗的這個旅行方式 自然可以吸引 新鮮的觀光客進來 局長 我當然知道這個業務是交通局的 但是 觀光局不用有配套措施嗎 我們當然會跟交通局合作 我們會把周邊的 你們要互相開會 趕快做建議的 七月就要開始試營運的 不是嗎 都有在開會聯繫 沒問題 那局長我剛才所講的啦 你好像還沒有針對 我現在先請你針對 520之後 可能造成的產業大變遷 我覺得你這個要很正面的給我們同仁一個回覆 不然大家剛才講的一堆 你都是 有點打哈哈的方式在回應 我覺得這是不對 好不好 拜託一下 特別 謝謝黃議員 跟我們幾位議員 你是先生的指教 其實 就像美女講的 520之後 可能的這個變化 其實我們同仁 從年初 就接觸到這些訊息 大家也非常的認真 研你一些因應方案 所以我剛剛跟 議員報告 這兩個所謂的 這個很多的 程式做法 也是像 先讓這個業者有喘氣的空間 讓他們慢慢的轉型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有一個整體 假設 這個520 但我先講這520 事情是新政府 第一個考題 他到底要怎麼面對 他影響的不只是高雄 全台灣 那你們有沒有 你們未來是不是也要跟新政府 去做探討 其實我們已經提出很多 我們的建議了啦 好包括局長 我再問一個問題 你們要增加東南亞跟東北亞的觀光客 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做好準備了嗎 我覺得這個有一些人員的培訓 這個你們應該都要去做好準備呀 我跟黃遠報告 像我們已經著手培訓越南的導遊 有著手培訓這個 講泰國話 現在才開始嗎 越南導遊之前我們就有培訓 所以我們去年才會去胡志明市辦推廣 那現在也配合我們交目觀光局 針對越南 他現在有開放所謂的優質觀光的簽證 就是簡化他的流程 那目前都已經看到 不錯的績效 我們從統計數字 他們今年以來 越南的觀光客到台灣 已經成長了百分之二十六了 那未來 我想經過更多的這個簡化簽證的這個 相關的流程 這個東南亞觀光客部分 應該會有 明顯的成長才對 好 再給他們五分鐘 局長我請教一下 你證實一下 今年的 立新郵輪 還要不要到高雄來靠港 要還是不要 跟黃遠報告 這個事情 有沒有就好 我們沒有時間 這個我們跟立新郵輪的董事長 他們的官方 他們是說 他們會 這個不定期的靠航 不定期 局長你不要再黑白講講 沒有要來就是沒有要來 有他們有 油艇如果要來年初 就會登記了 好 這是都已經 報紙上有的新聞 局長我 主要是要問你啦 立新郵輪過去在高雄 停了幾年了 立新郵輪其實是 過去兩年 以高雄為基地 以香港為基地 到台灣的 高雄靠港 對 然後呢 兩年 每一年各幾收 各幾次 大概三十艘上下 三十次 所以我們前兩年根據你的業務報告 都是四十六艘 靠港在 四十六支靠港在高雄 今年可能要縮減成十幾次 郵輪 我們這個 是不是 各個航空 郵輪公司在做接洽啦 有在接洽沒有錯啦 現在就是十幾艘嘛 現在 局長 你請坐好了 據我們知道 立新郵輪原本 是 兩年前到高雄來 是用靠港為實驗 希望當母港 母港的意思 是要在高雄 補給 對對高雄市的經濟 百業 都是一個很大的 挹注 但是 兩年一號 立新郵輪 毅然決然決定 要把這個點 移到哪裡 局長你知不知道 知道還是不知道 還是你 你下面那個主管業務客有沒有很知道 誰主管 誰主管那個郵輪業務 謝謝 以我所知他們是要往南走啦 往海南島跟越南那個方向走 喔 所以你說 你說 你跟港市長有說過的 你請坐好了啦 連海洋局都知道 海洋局給我的資料 他們要移到中國大陸廣東省的南州 不是高雄了 所以 局長 本來兩年前 郵輪希望在高雄變成是高雄的一個觀光的 重要的一個產業 我們還大張旗鼓的市長等等 宣誓 結果今天人家移掉了 你認為原因是什麼 局長我們來探討一下 你不要再躲避了 為什麼立新郵輪不到高雄來 你要不要講一下原因是什麼 我們檢討一下嘛 好不好 來局長答覆 來局長請答覆 好謝謝 謝謝黃遠給這個機會解釋一下 為什麼立新郵輪 今年沒有停靠 對 我們檢討看看 是在陸客的簽證問題 陸客的簽證問題 陸客的簽證問題 因為呢 我想我們大概很多人都坐過郵輪 郵輪 他的這個簽證呢 因為 他會到 靠港的其他的幾個國家 下港去玩嘛 對不對 那很多的國家呢 都是免簽證 或說是入境簽證 讓他可以就近到各港口 停靠港口去玩 但是因為我們的政策 國家的政策 對於陸客呢 就是必須要提前 拿到入台證 那這個跟國際郵輪的慣例不一樣 那 立新郵輪經過兩年的實驗以及不斷的跟外交部 還有我們的這個領事事務局這些人溝通呢 還是沒有下文 所以他們 那個局長你請坐 謝謝你的檢討 你檢討到最後就是一個行政程序 行政程序的原因造成立新銀行 立新郵輪不再 停泊我們高雄港 所以跟國雄 發展郵輪這個觀光產業啊 就一大重挫 結果是行政 本席認為 如果行政問題大概都是我們市府的 不夠盡力啊 你既然 陸客每年可以四百多萬到台灣來自由旅行 還會有說 陸客坐郵輪到 高雄會有行政問題 局長啊我覺得你這個是有一點推託之詞 你如果說我們市場太小 那我覺得那還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 那到底是我們市政府的配合度不夠 爭取的不夠積極 所以 局長 立新郵輪的撤退啊 表示我們這幾年 我們高雄的觀光業沒有進步 就是有成果 可能也不不大 因為啊 郵輪業者的撤離 已經說明了對高雄市 所有的一切 觀光業的一切 局長啊 我在這邊要要慎重跟你講喔 發展高雄的觀光我希望有整個的配套 這個 例如我們 把來 好 再給我們黨團三分鐘 把來溫泉啊 一個有14家的非法 溫泉業者 把來溫泉已經幾十年了 我們到現在為止 高雄市政府還沒有辦法好好的 輔導他們變成是一個合法的溫泉業者 每一年主計單位都在 都在檢討 結果我們高雄人走一台泡溫泉 我們高雄人不是去坤町 跟我們這樣就去台東 高雄的走一台 走去日本 我們高雄有這麼好的條件 我們高雄市政府就要好好來給他付得 我們高雄 幾個 你如果有這個 這麼有名的溫泉 美國坐牌 你新郵輪從香港載的人就載到高雄來洗溫泉就好了 所以我們的配套做得不夠啊 局長 我剛剛跟你的檢討啊我覺得 你只講了一半 另外一半我希望你們可以好好的做 局長我私下 常常跟你討論政策 我覺得你是一個 能力很好的人 但是我感覺你 還沒有花費到淋漓盡致 你這麼有能力我相信你以後也會入閣 我希望你入閣前 留在高雄市政府的時間 可以好好的 幫高雄市民再多做一點事 留下一些政績 以後你中央黨的高雄市看 可以說 這當然是我做國安國中看的 局長 所以 立新郵輪撤離高雄港的這件事情 已經非常清楚點出高雄市觀光 業的發展一個重挫 我希望說我們可以好好的 你們好好的來檢討一下 好不好 最後你 你用15秒鐘 回答一下本席的看法 好謝謝 非常謝謝黃議員 對我個人的指教 跟鼓勵 那我想 我先回答這個立新郵輪 因為立新郵輪這個狀況 就是 我們跟中央的這個新政府的建議 會卡到這個問題就是因為 陸客的簽證 當然這個陸客還有很大的問題 那如果可以解決這個簽證 我想立新郵輪他們的董事長已經很清楚的表達 他們是願意回來 局長好你請坐 我想 我有幾個 等一下給一下 兩分鐘 我講快一點 然後 我先來講這個地方 本來是要講台旅 台旅就是我們中情路 前面中情路 也是我們未來 亞洲新灣區的附近 這裡是成功路 那為了 這一條 中情路 出去外面 左邊是成功路 右邊是 這個 中華路 那大家都有一點 那個 違規 違規 來行使 所以 造成這個地方 在 我們 3月23號做一個會看 做一個會看 那會看完以後 就把台旅的 出口 把它改到成功路 他本來是在前面一點 然後是 轉這個 前面的中情路 出來 由成功路 疏散 那現在因為把它改成為一個 單行道 那他們就重新做一個出口 那出口做完以後 並沒有 設置這個紅綠燈 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險 我希望 我們的交通局 考慮這個地方 安裝這個 紅綠燈 你看 這一部車 他要出去要等很久等很久 等到全部沒有車了 他才能走轉右轉 所以 拜託我們交通局 那第二個 就是 我們城邦社區 在成功二路也是台旅的後面而已 這地方就台旅了 那他的旁邊就是 成功二號 他的地方 那因為我們前面這是對面 他們成功路的對面 監營局你們做了 這個 輕軌以後 把人家的紅綠燈 這邊出來 看過去這是一個紅綠燈 能左轉右轉 綠燈紅燈 結果 我們把人家給弄掉了 到現在你們已經完成了 到西八了 已經完成了你們輕軌的一個 建制 但是 你們的紅綠燈還沒有幫人家 安上去 人家 急得要死 人家 每天出入的 非常多的車子 結果 就是沒有 紅綠燈 那也曾經出車禍過 那拜託拜託 我們以最 快的速度 把人家的紅綠燈 撞上去 你喔 那個責任局局長 那剛 講到這裡啦 那我們是不是看一下我前面的這個 來 好 那你回答 來 交通局 陳局長請答應 好謝謝 謝謝 主席謝謝 甄議員 對 台旅那邊的關心 那台旅那個紅綠燈當時 也在會看裡面有一些決議 那是由 那個台旅他們來負責 提供的經費來興建 不過他們現在 還不是那麼樣的 完全同意 那這部分我們會積極的來 來追 追出 對 警察 我在場面沒有同意啊 沒有同意說他沒有要 要正式這個紅綠燈喔 那你現在 幫你已經把那個 出口之中 到現在為止 還一直在 那個沒有紅綠燈 會 這給甄議員兩分鐘 兩分鐘 說好了 他說好的 是雙向的 然後 中情路是雙向的 所以他們把他們出口 走到中情路 疏散他們的車輛 然後你們又 又後來 又為了 某某原因 把這個 交通的一個安全 認為說成為一個 單行道啊 更 更安全 所以你們 你們把人家的出口啊 叫他又轉到那個 旁邊啦 直接出到那個 成功路 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們要好好的考慮一下說 是不是 要做溝通還是 我們 交通是我們交通局的事情 是不是 做一做 來啦 鑑長啊 我是感覺齁 我們曾議員 正議員說的齁 我覺得不管是你們做啊 什麼人做 你們的負責任務啦齁 不要在那裡拿來拿去 做一個紅車 已經很簡單的事情了齁 沒有 我們會再提起啦齁 我剛才問你 你當時要完成 來 你當時要完成 什麼時候要完成 安全是第一個要完成 你上台新聞跟你報而已 跟車子有而已 表示你這周邊的交通有問題嗎 我們會來 會來關心這一個 那個 那個 案子 我希望儘快啦 不要在那邊推來推去啦 沒有再推來推去 市民的安全最重要啦 沒有再推來推去 後來跟台語怎麼講啊 市長你們的違規收入收那麼多啊 是不是應該 專款專用 由這個地方來支付這個紅綠燈啊 剛才議員講的是什麼什麼 那個 違規收入 違規收入你們收了那麼多 15億16億啊 議員不要再把這個 很多的議員一直在講 不用再把這個財法的部分齁 跟這個部分連結在一起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齁 如果我們的一些重大 重大開發案 他衍生的交通 不能由他自己內化來負擔這個成本 這個城市的建設 是會出問題的 我們不要聽 你自己跟台語講啦 他不是要跟台語講啊 他不是要跟台語講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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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說我們怎麼去處理 我們早就來處理這個事情了 好 好 是 是 好 是 今天總好嗎 對 馬仔 現在還沒有設施呢 還沒有設施呢 他那是附救啦 完全就有的 因為我們的工程時間 周邊周邊旁邊的路人在做的時候先拔起來 現在周邊的路人都做好了 做好之後我們會給他恢復 好 謝謝我們國民黨黨團的聯合諮詢 那再過來是陳翠軟陳議員 15分鐘 感謝我們大會主席陳議員 我們交通部門的局處所長 我們的議員東林 記者媒體小姐先生 關心市政的市民朋友 大家好 本席陳翠軟 針對我們交通部門的業務報告質詢 首先 我在這裡先 非常感謝我們的捷運局 吳局長所有的團隊 非常的感謝 我們有舉辦那個Snoopy Snoopy的活動 讓Snoopy 帶進來 帶進我們的鳳山 西站的捷運站 所以 帶動非常多的人 來我們鳳山 西站這邊捷運站這裡 那有很多的 不少的消費者 那過去 有小丸子 在我們的美麗島 站 吸引很多的 民眾 所以 本席也 非常希望說 能比照這樣 那現在 就有Snoopy 來我們的鳳山 西站捷運站 那在這裡 代表我們鳳山 所有的朋友 非常感謝我們的捷運局 這麼辛苦 舉辦這個 非常 有意義 非常夯的一個活動 那另外 另外本行李說 建議說 我們捷運局 要辦這個活動 那個規則要說清楚 以免得了爭議 因為 我們網路都說 免費跟Snoopy拍照 那 是免費拍照 可是一定要買票 進去捷運 站裡面 那 我們 不能說 你們那個是買20元 建站 就是為了跟Snoopy拍照 那如果超過15分鐘 結果還要加20元 那可以 我們就不如說明 花了40元 可以跟Snoopy來拍照 那我也非常謝謝 我們捷運局 這團隊 把 很多人 帶到我們鳳山 這裡 那現場有很多 Snoopy一些 那個 商品 還有一些很可愛的東西 那 等於是希望說 我們捷運局 辦這個 有 很 帶動這個非常很多人 到我們捷運局的時候 我希望我們觀光局 應該要結合 我們知道我們觀光局 有沒有跟捷運局 團隊來結合了 所以 你現在希望我們捷運局 應該在 多加來加強宣導 那 把我們的觀光局 帶來我們鳳山 對不對 那這個活動最終的目的 就是希望 民眾來我們鳳山這邊消費 來鳳山這邊消費 跟觀光 那希望捷運局跟 我們觀光局這裡做個結合 來 加強來宣導 那不是說來這邊 跟Snoopy拍完照 人家就掉頭就走了 所以 如果這樣就不猜 說 我們捷運局辦這個活動 那另外 你看這個照片 你看Snoopy 拿個旗子 帶著觀光客 來我們鳳山這邊走走逛逛 我跟他吃好一個 促銷一個行銷 那希望我們的 許局長 我們觀光局這裡 也應該 結合我們捷運局這裡活動 把那個鳳山優良的商店 相關的比較 有特色的應該帶來我們捷運 捷運站周遭 那一些 為了Snoopy 來合照拍照這些 觀光客 順便 可以來我們鳳山這裡 像來 吃個牛肉麵啊 素食一條街啊 想要美食 還是我們鳳山很多古蹟寺廟 那還可以到我們鳳儀書院 鳳儀書院 我們的鳳儀書院 那另外也可以來我們大東啊 文創園區喔 去那邊聽聽音樂 還是走走 還是我們鳳山有非常非常很多的 古蹟啦文化在地的特色 我希望這個活動喔 前一集有這麼 不錯的Snoopy這個活動 把人才帶下來 那許局長我們的觀光局這裡 應該要 就是要結合 然後 把這個觀光客來我們鳳山喔 順便可以消費 帶動我們的鳳山很多的商店 來消費 來走走 來行向我們鳳山的 在地一些特色文化古蹟 還有等等一些的特色 在這 我請 許區長 簡單回應一下 你有跟捷運局這裡 來 接合來舉辦相關的一些配合嗎 請簡單回應 觀光局局局長 好的謝謝謝謝主席 非常謝謝成員 其實這個活動就是我們跟捷運公司合作的啦 當天開幕的時候 我有去跟他們一起參與剪採 然後包括這個觀光地圖 都是當時共同設計 我們在我們的旅遊網站 也有提供這樣子的一個鼓勵 就是只要跟這個Snooby打卡 拍照打卡上傳到我們的這個臉書 我們會提供一些這個獎品給他們 所以這是我們跟這個捷運公司一起搭配這個Snooby的活動 另外 鳳山這個護盾的這個旅行景點 我們也配合這個Snooby的遊城 我們所以就用Snooby帶著大家遊鳳山 那我們有辦這個鳳山一日遊 這個配合這個Snooby的這個遊城 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那啦 徐市長 是 我們跟捷運局這邊辦個活動 就是要把我們鳳山最好的文化古蹟美食 它變成行銷 比較不會爬上這個美意啦 對不對 是希望說 跟你行銷 我們鳳山一些 有良商店還是特色等等 像我們的打鐵街啊 還是說我們的古城啊 還是有很多鳳山非常一些的文化古蹟是我們高雄市的歷史的重要的地方行政區喔 所以希望說喔 我們在辦什麼任何活動 一必要 就是結合各局處來辦理 這樣更能把這個 更把我們鳳山更能來行銷來促銷 好啊 醫生 當然當然 謝謝 好 您請坐 那另外針對喔 像這個是我們西子灣的打狗的英國臨時館喔 我相信過去喔 也都是我們的路客啦喔 那那邊現在有很多貪犯一直在反映說喔 生意掉了五成了啦喔 那過去我們的連池塘這邊喔 我們高雄這邊大型的公共區喔 只說 連池塘過去也是很多路客啦喔 那現在 也是小馬兩三隻喔 我們還在一再說要 推展發展一個水上活動嘛 那現在都沒有什麼人來觀光了喔 那還談什麼水上活動的活動啦喔 那另外像 我們路客現在 大數 就是喔 我們的路客就是急速減少喔 相當的日月潭 他的遊艇 包船 過去也是都路客 現在也是都沒什麼人了嘛 所以大家那個遊艇業都是消價競爭喔 那本市一想說喔 像路客 已經非常的明顯 嚴重的 減少喔 整個 因應如何 對於我們的高雄市這位觀光喔 沒拿來應應措施喔 像 有天我們高雄市的旅館同業工會喔 他們也在說喔 聽啊 有很多業者喔 差不多有時間的旅館 也說喔 想要賣掉了啦 那有些目前喔 他們也是個人品牌的 過去也是因為我們的局長這裡說喔 路客 商業很多嘛 所以 為了路客會來高雄 也配我們高雄觀光局這裡喔 也來這邊投資 那所以 因為路客 極速減少 那所以 有一些興建中的 旅館業 連執照的一片打包就是轉賣了 因為對高雄的觀光業喔 非常 不看喔 非常不看喔 所以 針對這些喔 我們要如何來應應喔 所以 你家 我們的路客 就減少了 差不多三分之一啦 三分之一 很多 我們 有很多同事喔 都有在 講到這個議題喔 那所以說 過去 在大陸 就是喔 來高雄這邊專門做 路客的這些珠寶 賣場喔 過去 他的生意非常 好嘛喔 郵安車一台一台來 出名叫表達人家說喔 影響交通的 那個流量喔 都搭車喔 還困難 可是喔 現在喔 這個賣場 有時候連一台郵安車的去都沒有了喔 還是吃鼻子啊 吃鼻子啊 非常淒慘啦 阿所以 不曉得我們公共局局局長我們家 有沒有聽到旅館業他們這邊的 哀嚎啦 你們有沒有聽到啦 我從我們的業務報告看見說喔 我們一再說 我們的 公共做得不錯啊 我們的愛和 我們的愛和那些公園那種 那個公園那種喔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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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都好像是短期的政策 短期的政策 所以在這裡 挺出來的貪忑 存公向我們如何來刺激 我們的內需要有辦法 不是只上談兵 不能空談 像去年來我們台灣的陸客 有423萬人次 那佔了台灣外來的旅客 差不多4成多了 所以陸客佔了差不多 來我們台灣這邊的一半 那來我們高雄這裡 差不多是240萬人次 來我們台灣這邊 差不多240萬人次 那第三是日本 差不多30幾萬人次 那我想這個數字 是沒辦法說從我們的 如同剛剛許局長剛剛說的 這個數據 絕對沒辦法從我們的東南亞 或者是東北亞的旅客來彌補 絕對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高雄市的旅遊 還是要以我們的台灣 國人本地人為主 那大約是400多萬 400多萬人 那像說 你要促銷我們的 國內需求 我們現在好像有做個 國人如果平日旅遊 有補助一台車 遊覽車5000塊 那如果是國外的透過旅行社 在我們高雄過夜兩夜 有補助人頭一個400 那本身會覺得 那本身會覺得 這短期的補助 有幫助嗎 那我們可以來看說 我們臨機 我們臨機的台南 台南 台南他不會因為路客的減少 他的旅客反而更多 他不會因為路客減少 來降低他們來台南的人次 反而更多 他們吸引很多國人跟其他國家 到台南去觀光 那為什麼會這樣 他為什麼會吸引那麼多 國人或者是其他 旅客到台南 那他們就是 沒有花很多錢 然後去發展他們在地的特色 在地的特色 根本不用花大筆錢 就能來行銷他們在地的特色 這是我們應該要 學習效法的地方 不是課補助還是課什麼 短期的補助沒辦法 來帶掉我們高雄這邊 觀光的旅客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 學區長 我們應該要效法我們台南 台南這邊 他沒有花大筆的錢去 投注什麼建設 他反而去行銷他們在地的特色 他們 他們 就是 追溯他們遠古的 他們在地的特色的文化 關 觀光局 許局長請答應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非常謝謝陳議員 有關於陳議員指教的 這個音樂陸客的減少 我們提出來這個是 短期的救急措施 但我們會有一套 這個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一個聯合的方案 希望能夠填補這個 真的陸客減少的時候的一些旅遊的空間 那有關於說 剛剛提到跟台南 我想每個城市都有它的特點 那我們高雄也有自己的亮點 還有自己的這個 針對吸引陸客 吸引觀光客的一些做法 那其實目前我們高雄的觀光客住宿的是遠遠都超過台南 那當然每個城市它的做法 我們也可以彼此互相參考 那我們這幾年發展高雄的這個城市轉型 一些新的這個旅遊景點 還有推的像農村啦 部落啦 這些旅遊都非常受到歡迎 我想這也是我們自己 這個在地的特色啦 那接下來我們高雄還有很多新興的這個遊樂園 或說是這個旅行的這個亮點會出來 包括馬上要這個開幕的我們的汽車主力樂園 這是全台灣第一個以汽車做為主題的遊樂園 他們預估一年的這個遊覽觀光客 大概會超過這個500萬人次以上 那這個是為我們下半年的這個觀光會注入新的這個很大的一個力道 那另外我們的這個輕軌捷運也很快 在這個R1到這個R8這一站 也會順利的這個營運 這個也會吸引很多的這個遊客進來 那同時呢 我們在這個郊區規劃的很多的這個休閒 逐休二日的休閒的這些景點 我想這些都是我們高雄在地的特色 對於觀光客都很有吸引力 那我們自己對自己的景點規劃也非常有信心 以上跟聲援回報 好 謝謝 好 謝謝宜遠的指教 謝謝 好 謝謝陳議員的質詢 再來是蘇言成 蘇議員15分鐘 謝謝主席 各位區長 各位議員同仁 記者消息大家好 我們這個交通局就是對這個合併以後 就是早期的這個大陸運輸的規劃 我覺得每一階段每一階段的規劃 都以閒接性 感覺很便宜 你包括七盤市公車對不對 區區有公車 七盤市的公車對不對 車廂獨立 大陸運輸的轉運站 包括我們的共產一個 小港一個 鳳山一個 基山一個 跟我們一邊感應 我們無關公市市民的到人和這個車站 都有發大 effort加車走到高雄 是每一個地方 這是真的可貴 我們這些機場的人 同仁,他們會說一直在 其實廣義來做一個規劃 用到目前為止,現在永續運輸規劃 剛才我這個工作部看到,是有在略變 我們經過一個經過的交通,有這方面的突破 是我們可貴,但是本社長才做一個建議,也是希望 能夠結合捷運局,包括他們的輕軌,包括他們的捷運 納入整體的檢討 要如何提供我們的高雄市民 一個便利的快捷運輸工具 最重要的是,你們有一個輕軌 你們有一個車,就可以坐多少人 那些人會比到機車要用整台 節能減碳的,我相信你們如果說結合,可以說 向我們來示範的了解 怎麼來接轉播車,怎麼來應用捷運 怎麼來搭乘輕軌 可以來善用這些轉運站 跟這些大眾民宿 結合起來的話,可以說 他們騎機車出門跟塞車出門的,這個機率 我想這是一個真面目的 相對的,就是說 如何去結合,如何去宣導 我們是認為很重要 對不對?你看看 我們的交通最多班就是塞車 塞車 像台北市,他們那個捷運的對不對? 他們是塞在地下 對不對? 他們的交通的對不對? 也可以得到數量 六個呢 他們如果他身這個捷運的人對不對? 人家做竟然都用車子,聽我講 他們都癱瘓的 他們都癱瘓的 所以,本市如果輕軌 這些都在對不對? 跟這個捷運局,對這個輕軌也好 跟這個大眾運輸的規劃也好對不對? 對不對?有這麼用心在努力的 我們這些人在家的建議 就是說 可以結合起來做一個處理 當然 第二天也要做一個建議 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 收費員的問題對不對? 是本市的那個感受到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的車都在收費 還是有部分 有部分的對不對? 對不對?都沒有人力不夠的情質 沒有它收到 沒有它收到的情質 對不對? 就是說 我有做一個大了解 請一個原工的一套四十萬 但是一年內 如果有原工去收費 對不對? 它收到費用的也要一百四十萬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的市口 包括我們的稅率 對不對? 我們這些都在這個稅率 對不對? 我們可以再多一百萬 就多一百萬了 所以 我想說 如果是人力不夠的 我自己撿去評估看 看一下看看 一年多一百萬 是你一個人 十年 十個人 對不對? 不是一千萬 這是對經格的這個 這個稅率如何對不對? 有很多的幫忙 啊 為什麼我們不需要擴大 來請這個 停車收費員 對不對? 我現在說 有時候 在人那個不夠當中 你用一個 勞力外外 你外外 就變得是一個 那個 人力派出的工業嘛 因為 又經過一個 外面青森 對不對? 多一千 這個百射 因為 又經過都保在青森 那嘛 啊 他又賺錢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 還多一千 對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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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啊 當然 就是說 對那個稅收也有絕對的幫助 啊 所以就是說 在這方面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做一個科路 我覺得交通局局長 對不對? 來這幾年對不對? 對了 對了 高雄市的交通整體來講啊 啊 真的是很完美的 本來覺得 好 他說 領得的這個交通局 我們說 高雄市的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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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市民的 可以輕便的 出門就請人家 對不對? 我說這是一個 很有意義的事情 但是 如果 你放在那裡沒有人去收錢 你還派一個 請人家去收錢 行費四十萬的錢 可以收一百四十萬 計算一百萬 相對 這個是可以去考量 不一定的 用人力派錢 用勞力外外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比較不舒服 當然 那也是 就是說 很感謝 就是說 你們這些職業工業 我相信我是 高雄管職業總工業的理所長 所以 對於勞工這個缺快的話 我比較重視 所以 比較了解 但是呢 我覺得你們的產業工業 對不對? 可以和 客長 還有局長 對不對? 怎麼做那麼密切 可以說 聯繫 對不對? 有什麼事情 可以讓大家都有默契 這是難得可貴 因為本身 我知道 我了解的 一些公司 工庫工庁 工庫和 工庫是對立的 但是 你們可以說 一傳和諧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難得可貴 還是 在市政府的公家機關裡面 可以做一個 帶頭作用 本身的意義來輕盈 當然 就是 那個廳管中心 對不對? 這個中心的 我們的主任 對不對? 他們說 他對 所有人 這個缺塊 互動 有目共睹 所謂的 民主黨人家 建議的 再繼續加強 這個 停車的問題 對不對? 有一些停車家 如果沒必要 對不對? 這樣飛來飛去 我覺得 承辦人員 有一年平均的停車時間 一個停車家 他有所謂要做事情 或沒所謂要做事情 因為你一個停車給人去停 你會常常派人去順 要看有停車 要收我 這是因為人力的浪費 但是呢 你不能說一年當年 都建議兩日 三日 有人停 用指數來變金全年 對不對? 代表全年 這是不通的 因為客人 我跟你說 我有兩三行 對不對? 你們如果有行 對不對? 我們來回甭一下 我們就是 民民的需要 對不對? 你們要給他一個 肯定的答覆 所以就是說 沒有必要讓會人力 去那裡損的 停車家 對不對? 我們有需要 補免的來做些收錢 如果有需要 對不對? 可以有稅 你不收下去 也有需要 來請人 來所謂的錢 跟我們使用 使用者服務 我相信 你們這些市民 都是會接受的 港産店 港産路程的延伸店 第一段這個路線 捷運河縣的 南甘山站至甘山車站 1.16公里 這個一百公三年 就是有新的核定 一百公三年 三個十一年 就是有的 起訴的覆案 在規劃 第二段這個 就是港産車站 到歐來 大歐沉 可信心的評估 他這個 經過一百公線 在1919年 第四十一年 第四十一年 高通報 一百公線 十二月 二十五年 可轉漁衣行政院 審查 第三個 再過來就是 都會延伸款線的 一款集二聯繫 可信心延伸的 一整體 路往工化 短信化 包括多位延伸 廣線 黃線 奉伸本管線 南線 這個部門 有經過這個 康熙県 這間的一千五百五十萬的 有 有 新清高通報 這個經理的報酬 也騙一千萬的 做配合館 這個在整個的規劃當中 對不對 是 當時 可以來做 當時可以來做一個處理 我在這個 參會 或是郵欄 我常在說 讓我們市民知道 怎麼樣 來使用大眾運輸 怎麼樣 來結合輕軌 捷運 跟這眾運輪 我總共有的人說 但是這是 政府的 政府 我們市民 如果沒有全力利用 是一眾道主的浪費 所以 公廟店 翻臨得很好 所以 我建議 像我們 我們 找時間 找機會 要廣告去 宣導 我相信 這是 道主要做一次 道主要經費 市民 不可以 全力利用 這是一眾道主的浪費 所以 本市民 當然 你們幾個都做 所以 我們要 讓市民 知道 適用 風山山 風山界 可行性研究 聯絡 這個 狂狀輕軌 串門 無責交情 又是風山山 可行性研究 我們 市場 捷運工程局 委託顧問公眾辦 目前已完成 規劃報告出稿 中進行審查作業 以整體 入網 規劃成果 洪山 不關山 一百名多污會 也應徵 一環 集二連結 可行 連續判理 有關 保安 後續作業 將一和 完成審查作業 這個時間最重要 風山這壁家 因為風山這條線 如果不可以 走到中間 切勒 新軌 可以走到中間 包括三民 康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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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 我們可以跟大家做一個回答 當然 在整個 這個 關公的說 我跟我說 觀光區 在這個方面 他也是很努力在打拼 我們說 但是因為 台陸這壁家 因為政治上的因素 當然 這五二年以後 可靈 就是可靈的這些變化 現在就變化了 我們說五二年了 這不是我們要做 他不做的問題 要這個感覺是這樣 不是我們要做不做的問題 是政治性的問題 打壓的問題 我相信 這個 說高雄市這個 你不搞定 我是覺得有的 但是 雖然 面對英國慶 但是我也鼓勵局長 對不對 硬起來 我們把他分散 阿倫 把他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你像這樣 我們要自己感受到 包括農產民也是一樣 我也是說 那個蔡佑進局長 我也是來競 競技說 像以前的 我們要看一個地方 我們就不一定 一定要看一個地方 你 假裝放在一起 把你當人 不能來 我們說 情惡以堪 要怪什麼 因為政治上的操作 是不是這樣 所以 我們覺得 大家都很辛苦 都很努力在打拼 啊 啊 政治上的 這個方面的因素 對不對 我們沒關係 我們來開拓 其他的市場 那也讓 來 我們臨近的國家 對不對 廣作宣傳 對不對 然後呢 把這些人才 帶引進來 我想 因為這些城市 我們可以拿到四個金牌 四個 銀牌 三個 蛋牌 還是 不是說 天上擺下來 這是我天上掉下來的理由 這是經過大家 我們支援團隊 對不對 讓大家共同拍名 努力一個成果 在國際上 要可以說 發光發熱對不對 要可以不可以 提高方面的 來報道 我相信 這就是 一個 很好的 這個 暗雷嘛 所以 不是建議的 就是 四個 什麼 我相信 怎麼困難都會過去 就有 沒好的未來 我認為 我們 這個 高速公 的衛生六個部份 對不對 到現在 有進出了 六個 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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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之後 是怎麼樣 等一下 我們請這個局長來做一個回答 我們對 蔡總局先來做一個 好 蔡總局陳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持人 謝謝 我們蘇議員 對我們 整個公共運輸 和聽車問題的關心 第一個 就是說 也感謝蘇議員 都在很多機會 幫我們去宣導 公共運輸 的一個使用的便捷性 另外就是要把議員報告 我們 我們 已經 在鳳山地區 有釋出一條新的快線的路線 公車快線的路線 是要 鑫接我們鳳山地區 跟周園隔壁 基幹 叫做 鳳山高鐵城市快線 現在業者都已經選出來了 讓我們去投備 希望你 今年 看是年中之後 的正式來提供 到時候也希望說 議員跟我們 鳳山市民朋友 多多利用 至於剛才議員有提到 收費員跟我們 停車隔 哪些是需要不需要的問題 收費員怎麼樣讓他 增加我們的這個 收費的效能跟效率 這個我們會綜合來做探討 我們目前跟公會的協商 還有合作 這關係都相當的穩定 也謝謝 蘇議員在這中間 也扮演協助的角色 再次感謝議員的關心 好 我們監獄局 吳局長請答覆 感謝主席 感謝蘇議員 我們鋼山路主延伸 延伸線第一階段部分 目前我們的 綜合規劃部份 是高通部在審查 我們的環境影響說明書 同時同步 我們是環保暑假 在審查 這如果過後 我們就開始基本設計到 後面推動的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 我們的第二階段 因為我們要把路子科學園區 這群人扭來 這樣我們 整個高雄的經濟發展 會比較好 所以 第二階段部分 我們現在 除了完成 已經補行政儀 行政儀還有意見 這些意見 我們都收到 目前高通部 也太早了 以及四月二十一 已經專行政儀 行政儀 如果核定後 可行性過後 我們就可以加速去推動 第二階段的部分 第三部分 就是我們的一環二連結 一環二連結 裡面 讓我們洪山 可以黏三民 同時五家家 蓋隔壁 亞洲新灣區幾個 都可以黏起來 這一環二連結的部分 我們目前可行性規劃已經 從頭研究 預計說是近年 一半年裡面 我們就可以補 我們的高通部 全行政儀 如果高通部 全行政儀 立場來後 這未來一環二連結的部分 可以提升 我們的轉秤站 就是說 這部分我們的轉秤 因為我們現在密度 是我們最大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 轉秤的部分 我們可以為 完成現在的十站 那一號 可以提升到二十多站 同時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核心區 韓國 我們洪山五家 這裡 這裡的核心區 我們的網革密度 其實就變成五百公車 可以轉 那個就能夠車頭 還有另外一站 這樣 我們一轉秤店民 我們就比較不用說 常常要坐公車 或是我們那個 其他的機車 這些轉秤 會比較不方便 如果我們的那個 方便度 大家就比較管理 尤其是 所以那個書議員 跟我們建議提升的 其實 我們要結合 用宣導的方式 來提升 私人的運聚 可以他們的 可以裝潢 到公共運輸 跟大眾運輸 這非常重要 這部分我們的經過 那個書議員 這裡提醒 我們再加強來 這裡 給這些乘客 你來 我們的那個 運輸工具 可以有私人運聚 裡面盡量 賺到公共運輸 或大眾運輸來 這樣比較不會說 我們的經濟很多 結果沒有人來坐 這樣 要以上告訴我們 所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環政輕軌 本身 未來是 37 是 37 我們 因為這個 有間諜到鐵路地下 因為 縱貫線 沒有鐵路地下 我們那天 過不過 所以這天 如果要過不過 鐵路地下化 一百塊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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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塊 來完成這三百七十個部門 好 再給書議員兩分鐘 謝謝 鐵路地下化 鐵路地下化 你差不多說鐵路地下化 鐵路地下化 鳳山大字橋 對不對 我們這間經濟出 有夠幾年了 就是說 你為什麼 跟這個 鳳山櫃 沒問題 鳳山櫃的腳 你如果從大字橋 鳳山櫃的頭上 都拔起來 我跟你講 這有一個很賣的瑕疵 你聽到嗎 因為那個橋 不能卡住 你如果弄到鳳山櫃 對不對 你做一個橋 對鳳山櫃就拔起來了 但是你現在 沒有 做到那裡拔起來 你要跟大字橋 再撈起來 我告訴你 鐵路地下化 可以打通 洪摔 冷凸二麥 第一點 百貨鐵路 一邊這樣 油浪車 發生事情 都掃你火車高 對不對 重大的災害 對不對 我們公平 我也在現場看 對不對 你青年路 第二道 如果路後就積水 但是你鐵路地下化 那裡都拌起來了 包括我們的 第二行李中心 對不對 路橋 對不對 也要拆起來了 所以這也可以說 做成我們 我們 交通的 這個 但是大字橋 如果 目的 洪摔 開過 大字橋 再卡住 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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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 但是為什麼差別 這個改動 沒有辦法做處理 是不是 當然啦 有立法院 對不對 也在政策 但是 鐵公主的人 他到達的時候 他說不可能 但是 許智蓮 硬切 說五二零貴 就不可能 所以 我們中央 這個地方 跟地方 我們中央 來破 對不對 對不對 大字橋 然後大字橋 這樣 間隔的 環境 沒有 有時間的關聯 如果沒那麼順便 我答覆 觀光局 答覆一下 謝謝 來 觀光局局長 請答覆 謝謝 感謝所議員 對六股運動 這個鑽灘的關心 這個部分 我跟所議員回報 目前 我們是 跟這個鑽灘業者有參與 要鑽灘兩口 第一口 鑽差不多 三百幾米的時候 有發現有水 那 有水的時候 我們有去 整個清他的井 但是我發現說水量不夠大 是有沒錯 但是水量不夠大 所以 沒有辦法商業使用 所以現在 積極再鑽第二個井 第二個井 在第一個井 大概距離這個幾百米的部分 依照我們地球物理科學專家 那個專探 第一口這個 現在要農這個 有水的米蠟是很高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 比較樂觀來期待這個地方 在哪裡 搞什麼 延伸六粒 高速公路 延伸六粒 高速公路延伸六粒 高速公路延伸六粒 上会